彰化縣政府特別邀請呆大學校長吳東欣 擔任環境教育訓練講座教授 分享環境教育相關的經驗 吳東欣校長表示 呆大學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 雙向認證後 一直希望學校能和地方結合 為中部的環境教育推廣 盡一份的心力 假設我今天在大學 那未來你們聽的這個人就講 還有我在縣政府 我在其他的鄉鎮公所 我在其他的這個社區 我要怎麼做都一樣的類似 所以我舉一個在大學怎麼做的例子 吳下長強調 環境教育絕不能只做表面的功夫 學校有責任把正確的環境觀念 傳達給學生 所以這個每個學校 還有每個社區 每棟大樓 甚至每個政府機構 它其實 然後最後推展到整個 全體的這個台灣的這個地區 那這個我想大大大學 這個以這個綠色大學的 永續教育為願景 所以我們在整個校務的 這個發展計畫裡面 就跟這個裡面 就有包含了這個教學的 還有全能養成的部分 大大學透過綠色校園的環境熏討 搭配綠色能源和環境永續相關的課程 厚止學生的綠色競爭力 生命教育和自然環境的結合 也讓學校屢獲環保節能獎項了肯定 除了既有的綠色成果之外 學校將能類伯廣為發展的目標 希望座落在33國家風景區的大一大學 能和彰化特色景點串連起來 成為綠色生態園區 為33國家風景區再創亮點 大藝人新聞劉新校李桂梅採訪報導